但是因為時空環境的改變 使得過去所沒有成就的條件 如今正逐步的實現 總統蔡英文28號宣布開放進口美豬 這一句時空背景不同 替過往反對美豬進口立場批變開脫 總統府進一步解釋 不同在於萊克多巴胺Codex標準已經建立 這番說法卻讓新北市長侯友宜 罕見連兩日開跑 國際標準從2012到現在為止 也就是美豬美牛10個PPV 都沒有變過 那時候我們就要求美豬零減出 到現在為止也沒變 變得應該是總統吧 總統還是應該把時空環境的背景 什麼樣不同要說清楚 真的是總統你改變了整個方向 根據府方提出的兩點 時空背景何來不同 從Codex標準訂定早已確立 到所謂安全物餘缺乏實質證據 侯友宜一一打臉 再問總統到底哪裡不同 前農委會主委陳寶基 也以專業立場質疑美豬開放 門檻降低進口的量自然就會增加 這些增加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少 很多養豬農民其實是很擔心 但面對國民黨縣市串聯 透過地方自治條例堅持零檢出 卻有可能遭到中央反制 一旦行政院主張地方自治條例屬於行政命令未接 與衛福部援引時安法發布的命令抵觸 便可以涵告無效 檔案大法官釋子738號解釋 即便中央地方發聲禁核 在不違憲與公益前提下 可優先適用地方自治條例 成為藍縣市反制的手段 記者曾經安 張宇萱 S2小組新的報導